盘点五位国风美女,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位,苍大佬,抑郁风情的代表人物 拥有一张可爱的娃娃脸 富白貌美的她,来自浙江 1995年出生,国学博主,汉服圈女神 经常会受邀参加一些国风大赏类的汉服走秀活动 她五官精致,风姿绰约 眉梢眼角流露出的优雅气息,让人如沐春风 第二位,施梦露,国风圈里的一字马女神 她来自福建,1997年出生 从小就学习舞蹈的她 凭借着在户外身穿汉服一字马的视频,爆红网络 一米七的身高体重,却只有八十多斤 精致的五官,纤细的身材,给人一种不感美 第三位,嘉楠,来自美女如云的无忧传媒 她给人的感觉妩媚性感,有着贵妃之美 眼睛和嘴唇散发着吸引人的诱惑 匀称的五官,散发出动人的迷人气息 她面如桃花,肌若凝枝,香如蝶舞,眸似秋水 第四位,小样,同样来自无忧传媒的她 美丽诱人,玲珑剔透的面容宛如童话中的仙女 眉如杏和,眼似秋波,身材婀娜 健康白润的肌肤和清澈的双眸 似乎蕴含着诗意幻想 她的美丽,仿佛荒山流水间的野花,庆园心皮 第五位,小橙子 她是国风圈里的天花板,座拥2600万粉丝 1995年出生的她,来自古希 她作品风格主要是古风变装 出道时凭借一条古风作品收获粉丝百万 现在她的每条作品都会爆 几百万点赞量的作品也很多 据悉她还没有签约公司 也从来不做直播,很是低调 小橙子我就不做过多赞美了 数据代表一切 你觉得,每一位更适合做你的妃子吗